比特幣怎麼爆拉了呢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請隨我看下去 我們先來看一下 Twitter上面的這則消息 那這則消息發出之後呢 比特幣就不斷的往上攻 直到我們看到最高 現貨的價格呢 大約到了三萬五左右 那如果我們看期貨合約的話 在白幣上面 甚至都快要到三萬七千美金左右了 我們來看一下吧 那當時啊 我們在東八去的 半夜 2點58分的時候呢 發出這一則Twitter 那這則Twitter呢 非常非常的關鍵 首先發文的人是誰呢 我們先姑且稱他為Eric Eric是彭博社的 ETF分析師 那他有提到 他專門 拿出了 DTCC的列表 並且發現了 IBTC有在上面 那IBTC呢 就是 iShares Bitcoin Trust 也就是 貝萊德的 比特幣現貨ETF的代號 就會是IBTC 出現在了DTCC上面 那DTCC是什麼呢 他是由很多子公司所組成的 他目前呢 提供股票 有價證券 債券 等等的 保管 還有結算 那當然 那斯達克 也是由 DTCC去提供結算 托管 還有 提供資訊 清算等等 也就是你現在在DTCC上面呢 你是查得到 IBTC 的代號 並且相關資訊等等的 那這很有可能就代表 IBTC呢 他非常有可能啊 就會在未來的幾個月內通過 那我們當然呢 我們有準備的時間表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在第一次deadline的時候呢 他確實 拖延了 這沒問題了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final deadline 也就是 最後的 死線 我們在這個死線之前呢 我們就會最終決定 BTC現貨ETF 他會不會通過 那當然呢 如果說其中一個通過的話 只要有任何一個 目前看起來 最有細的 最有搞頭的呢 就是iShares的Bitcoin Trust 也就是 貝萊德公司 他所申請的 我們最後的死線呢 是在2024年的3月中旬 其實離現在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而且呢 我們也很有機會啊 會在1月中旬的時候 在1月14、15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有機會看到 他有可能就通過了 但我們在那天呢 我們至少會看到他宣布 那我們來看一下啊 目前呢 IPTC 也就是貝萊德 這個ETF啊 他有做了很多新的動作 比如說呢 他已經在 注入初始資金了 他會在10月份的時候就注入初始資金 那初始資金呢 是為了 購買一些創建單位 可以在交易的第一天 有足夠的ETF份額 然後讓這個ETF給運作起來 那目前種種跡象都表明呢 比特幣現貨ETF 非常有機會 非常有可能 就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通過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目前的漲幅 哇 你可以看到是大暴漲 大暴漲 OK 好 那我們 我認為我們這波拉升呢 還是有很大的原因 很大的因素呢 要歸功於消息面 那我們今天晚上的時候呢 我們會再來好好直播 還有拍影片來講一下行情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贊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拜拜